禁玉看她休了一路 有些好笑 虽然亚然于她大胆地举动 但是禁玉并不讨厌 相反 觉得她这个样子 简直可爱爆了 要不是地点不允许 禁玉还真想把她捞起来 再狠狠地亲一番 念念 到家了 咱们下车吧 许妮妮答应了一声 却没有反应 禁玉接着喊了好几声 许念念都没下车 还伸出白嫩的小手朝她挥舞 你自己先下去吧 不用管我 等了十分钟左右 许念念还是趴在后座上 一动不动 禁玉的耐心宣布告庆 直接下车 打开后座的车门 把人整个捞起来 双手从她腋下穿过 抱起她 念念 咱们该下车了 乖 听话 被她抱起 许念念干脆把脑袋 埋在她怀里 好半天 才磨开一条缝隙 水汪汪的杏眼 隔着岔开的手指 看禁玉 你就没什么想法吗 你说什么 许念念以为她故意逗她 干脆把手放下 气鼓鼓地瞪着她 你是不是觉得 我刚刚的行为特别不要脸 禁玉先生愣了一下 随后露出愉悦的笑容 深邃的眼眸微微弯起 仰头哈哈笑了一声 我喜欢你的不要脸 你 许念念气地用拳头砸她 被禁玉一把握住 在她小拳头上亲了一下 脸也嫩 手也嫩 哪儿哪儿都嫩 媳妇 禁玉柔柔地叫了一声 把她从车里抱出来 在她小嘴上啄了一口 你啥样 我都喜欢 贫嘴 许念念拍了她一下 没好气地说 放我下来 脚刚一粘地 许念念忍不住笑出声来 傻子 今晚把你爷爷和妈妈 带到我家 商量一下婚事 好嘞 禁玉答应得特别干脆 看到她走进屋子 才开着车回大院 接她老娘 儿子结婚 按道理来说 禁将军无论如何都得在场 奈何身为军人 身不由己 正好遇上军事演练 没法回来 当天晚上 禁玉就带着 吴兰和老爷子 来到南水路 吴兰和杨翠花 在商量婚礼的事宜 以及各种礼仪 许念念没多长时间浪费 加上禁玉也有事情要办 两方融合下来 礼仪规矩上的小事 可以从简 但是婚礼 必须隆重 结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尤其还要想办得隆重 首先 通知亲戚 就得好几天才能通知完 好在许念念家的亲戚 基本上住得都不远 就在青山村周围 禁玉家的亲戚可就多了 而且都还挺远的 大部分都在京都那边 当然南城县这边 也有很多需要通知的亲朋好友 商量下来 禁玉告诉吴兰 京都那边的亲朋好友 暂时不邀请 回头去京都请客吃饭就行了 禁玉家这边 打算在县城里最大的饭店请酒席 许念念则要回到青山村去办酒 农村人和县里人思想观念不一样 在杨翠花和许大伟的思想观念里 女儿出嫁 必须从家里面嫁出去 无论多有钱 都必须让父老乡亲们 吃到嫁女儿的喜酒 而且还有好多东西需要去买 这么一盘算下来 最快也需要一周时间 才能办婚礼 和许念念预想的完全不一样 她本来打算三天之内 把婚结完 没想到结婚之前 还需要做那么多准备 好在这些事情 都不用许念念插手 趁着这几天时间 许念念又加班加点地 做了三万个刘月苏出来 统共八万个刘月苏 至少够一个月的量了 许念念这才安心 跟着准备婚礼 结婚的时间太过仓促 许念念在县城里 做刘月苏的时候 杨翠花和许大伟 已经回乡下去了 通知完乡亲 许家一家老小 又开始忙活各种事宜 连在镇上的许三丫 也被叫回来帮忙 许思思也跟着请假回来 南城这边有个规矩 那就是彩礼前 必须在结婚前一天来 而且还必须 放在木托盘里端着来 这边有个规矩